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谁有叫蛇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叫做假名 没有蛇嘛 你是说这是空话嘛 这叫做假名 假名可以这样解释 其实或者说我是个贫苦的人 但是我的名字叫做富贵 那么这是假名 那也可以说假名的意思就是没有真实意 没有真实意的 但是这是还没有说明白啊 比如说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啊 有人忽然间来告诉我 说某某人的破坏你啊 说你怎么怎么坏 我一听见这句话我就愤怒了啊 这件事应该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平常事情我们来观察这件事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个假名 其实他也没有看见那个人 那个人在破坏他的时候他完全不在场 只是中间有个人的义故的宣传告诉他 他心里这样想啊 就愤怒 那么这个人凭什么来愤怒呢 就是凭那几句话 就是中间人来说那几句话的时候 他愤怒 愤怒的时候呢 他也不是永久的愤怒 可能愤怒到五分钟 可能会愤怒一刻钟 然后就把这事情忘了 你心就没事了 心就恢复正常了 由开始愤怒到恢复正常 这个中间的这个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他心里面有个假名 中间有人传了那几句话 在他心里面发生作用 他愤怒 等我这几句话忘掉了 你 他心就平静 正正常了 所以从这个前后的经过来看呢 这个假名有这样的作用 有这个作用 他并没有亲自去接触这件事 听见那个人当面来回了他 没有这件事嘛 就是听见那句话 那句话就叫假名 就是名字啊 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名字嘛 等到他放弃了 忘记这个假名字的时候 心里就平静了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平常的人呢 为假名所迷惑 为假名字所迷惑 所以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彼此间谈话的时候 我赞叹你很美啊 你心里就欢喜了 就是为假名所迷惑了 所以相反的 我回录你几句 大面回录你几句 你愤怒了 那就是为假名所迷惑了 就是那几句话嘛 就是那么一个阴神嘛 另外没有什么事情嘛 如果你看破了这一点呢 超越了假名 就是不被这个假名所迷惑了 超越他 也就是泄脱了这假名字 不受他的影响的嘛 但是在佛教里面来说呢 比如说这个这里有老虎啊 这老虎真是有老虎啊 在这里 老虎是个名字 这个名字表示这件事 有个老虎在这里啊 老虎的名称和老虎的这个皮像 一个名 一个像啊 如果这屋子里没有老虎 我说老虎 那只是假名字 现在有老虎在这里 这又不是假名字了啊 这个名里面有身诗嘛 名符其诗的呀 这不是假名字 但是我们佛教徒呢 观察这个老虎 是因缘有的 是毕竟空的 这个体像没有了 就只剩一个老虎的名字在这里 那么这个就叫做假名 这是假名字了 那么在我们要用于我们生活的事实上来的情形里 观察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 只有假名字 所以只有假名字 有名而无始料啊 我们不应该被这个假名字所迷惑 不应该这样 所以就是超越假名 但这个也就是我们用功修行的一个成绩 你能超越假名啊 这不是平常演员的 我们常常这样观察一些法空的时候 一些法都是假名字 我们心就不动了 心就不会被他摇动了 就这么说要不要 repent 然后接着本来 inton 気于目默 那么 也就理&意地 键 注意 是 ㄴ 那 看